《家有儿女》 本来面向的观众是少年儿童 但没想到因为剧情有趣和演员的表演灵活 这部家庭清洗剧意外成为暴剧 不仅孩子喜欢 男女老少都成了这部剧的忠实粉丝 爱看的人多了自然关注度就高了 出演该剧的演员们 便因为此剧人气大涨 其中不少童星因为此剧走红 成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成名后有人发展得十分顺遂 有人却心图一般无人关注 不过不管发展如何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都相继长大了 十多年前模样青涩的 他们现在长什么样了呢 今夕对比有什么样的视觉冲击呢 接下来大表姐带大家瞧瞧 如今因貌美出众被各大导演 邀请扮演角色女一号的养子对比 扮演小雪时的样子发现 除了没了婴儿肺 皮肤变得白痴一些 其实没有多大变化 因为杨子的成长 赶不上电视剧拍摄的进度 于是第三 四部的小雪就换成了演员丹林 杨子的精细对比细细专下 只是脸蛋变小 第二版小雪的扮演者丹林变化更小 她的变化只是在发型 过去的她喜爱惜刘海 现在的她梳起刘海 扎着丸子偷比以前更俊俏 近些年凭借自己精湛演技 终于摆脱流星光环的张艺山容貌 也有些许变化 扮演流星时的她给人感觉鬼灵精怪 现在的她脸蛋的轮廓更清晰 更硬朗 看着更有男人味 说起家友儿女同性变化 最大的人大家一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由浩然 但是仔细对比小时候的她和现在的 你会发现她其实没有一点变化 不过这张儿童年长大了 不再是孩子的年纪和她吧 大家便不觉得这样的她可爱了 家友儿女除了小雪的扮演者 杨子退去婴儿肥变成小微脸美人 家家的扮演者杨丽小也跟杨子一样 从过去的圆脸姑娘变成了小脸美人 不过同样容貌俊俏的 她知名度却远不如杨子 时常有更新微博与粉丝互动 那她似有回归影视圈的意思 你期待她归来吗 都说女大十八变 其实男大也有十八变 刘兴的死长剑盘扮演者盛冠森 就是个例子 以前给人感觉有点痞的小男生 如今长大成了五官俊朗帅气的男神 他的变化算是最大的 刘兴的另一个好友鼠标 的扮演者张一文的变化就很小 除了发型和眼镜 机器对比竟是没有一点变化 女大十八变 女大也有不变的 女大也有不变化 还是第一个小学生 那么 点心 你已经连敬你时你